大家好 我是李察叔叔 這是第三個視頻 我要講關於偷懶的換和弦怎麼偷懶 糾結是這樣子 你看 比如說 登登登 換 換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它的八下八下要連得很緊 這樣這個拍子才會持續 要這樣子 但是有人說 老師那你 因為你彈了那麼久 當然你換得很快 但是我告訴你 我二十五年前自學吉他那一個禮拜 我就能夠換了 因為我有一些偷懶的辦法 首先你看了我另外前兩個視頻 你看到了我右手怎麼偷懶 左手怎麼偷懶 換和弦你可以少按一些東西 比如說你看 你看 我在還沒有 因為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後接到一 那個一的時候就要換和弦了 所以我在六七八的時候 我的手基本上就已經翹起來 準備換了 但是換的時候你右手要繼續彈 所以聽起來就會像這樣 欸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每一個和弦 在大概六七八的那幾下 就開始不太正常了 可能是某一根手指翹起來 至於我什麼時候翹起來 為什麼要翹起來 翹哪一根 其實你先問我 我都不知道 我心裡只是想著 我下一個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 下一個一 我一定要趕上 不可以玩到 只要能趕上 你的那個前一個小節的六七八 有點不對也沒關係 我再試一次喔 我現在試試看 就像我就在七八的時候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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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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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七八 其實一二就是一排 三四一排 四五六一排 七八一排 所以你就是漏了一排 但漏了那一排呢 节奏是持续的 只是你偷懒少按一些东西 那如果有人说 我七八这样我也来不及 要不五六七八怎么样 试试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随便不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 也是可以唱的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到再见 我自己都有点乱了 总的来说精神就是 不要这么讲究 没有人规定 你和弦在换之前 手都不能离开 当然也有人规定 音乐老师就会这么规定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 不管老师的话 你就不要管这个规定 好了 那这三个视频就这样子 我会分三个视频发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可以喊我一声 我发你目录 拜拜